孙文广遭软禁 仍与外界失联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从孙文广的密友处得知 被失踪12天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 已被国宝送回济南家中软禁 目前仍被严密看守 她夫人韩老师一同回家 美国之音仍无法与孙教授取得联系 她的坐机电话手机均无法接通 其手机处于关机状态 这为中国异议人士的友人透露 孙教授夫妇8月1日夜间从家中被带走后 一直不停变换拘境地点 从济南军区所属的燕子山庄到济南其他地方 12天内换了四家宾馆 期间 孙文广的电话座机 手机及电脑等私人通讯工具都被国宝抄走 孙文广的朋友披露 孙教授要求他们联系美国之音并转达 他安全回到家中的信息 孙文广告诉他们 保安人员搜查了他的家 拿走了他所有的手机固定电话和电脑 朋友们还说 他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锁了 孙文广是8月1日晚上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直播时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的 当时他正在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被受诟病的撒逼外交做法 这因发表言论而受到警察粗暴干预的事件对国际舆论造成震撼 受到西方主流媒体关注 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史密斯对孙文广事件表示关切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表示 我们谴责中国持续践踏人权 特别是对根本性的言论自由 劫涉自由与和平集会自由的压制 以及对试图捍卫这些自由的活动人士 律师 新闻业者和公民社会领袖的非法拘押 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允许所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 而无需害怕打击报复 上周末 150多名的山东大学校友 联署一封至山大校方的公开信 要求有关部门立刻公布孙文广的下落 保护其言论自由 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 并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参加联署的山大历史系的校友王淑君 于周日晚上对美国之音表示 山大校方仍未回应这封校友公开信 这位在美国纽约的历史学者表示 孙文广事件反映了济南警方对待批评人士 非常粗暴无理 对一位高龄老人很不人道 他希望当局对待批评意见 采取包容态度 兼听则明 文者足见 不要给习近平依法治国的思路抹黑 王淑君说 济南当局这样做 我觉得非常愚蠢 也很粗暴 不可理喻 真是不可理喻 希望校方能很明智的尽快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搞负面的东西太多 这样的事件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 目前这封要求恢复孙文广自由的公开信 已经有至少150多位山大校友联署 联署还在继续中 中国官方对孙文广事件一直保持沉默 官方媒体对此集体失声 美国之音给中国外交部山大校方 济南市公安局和济南市外宣办的询问函 至今未得到回复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中贸易争端前景扑朔迷离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曾试图赶在中国对美国首批价值 340亿美元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的最后期限前 把满载的7万吨大豆运抵大连港的飞马峰号大型货轮 目前仍然在中国外海上漫无目的兜圈子 这艘货轮上装载的7万吨美国大豆价值2000多万美元 由于未能赶在最后加税期限前清关 这批大豆的拥有者 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农产品贸易公司路易 德雷福斯每天需要给飞马峰号支付约1万美元的费用 但如果单从财务的角度来说 这么做也许还是划算的 因为如果在大连卸货清关 货主需要向中国海关多缴纳约600万美元的关税 货主也许还在期盼不断升级的美中贸易争端 能够出现缓和 也许在为这7万吨大豆寻找其他买家 但与飞马峰号目的地一样不明朗的是美中贸易争端的前景 路透社援引几位熟悉中国高层的知情人士的话 报道说贸易战已经使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分歧 在中共党内出现了对总书记习近平的经济政策 以及如何处理美中贸易战的批评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中国的前景感到忧虑 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智库学者对路透社表示 很多经济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中国坚持打贸易战的做法感到不安 主流的看法是中国的立场过于强硬 领导层显然是误判了形势 然而从中国海关公布的中国进出口数据来看 中国7月份出口增长依然强劲 同比增长约12%高于6月份的的11.3% 远高于此前经济学家预测的10% 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保持稳定 仅有小幅下滑 显示首批关税对中国影响不大 7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幅为11% 一般预期关税对中国对美出口的影响将在后半年逐渐显现出来 中国对贸易战的另一个担忧 是跨国企业可能会把在华的生产线搬迁至其他国家 以规避贸易战的风险 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游 中国有约43%的贸易属于加工贸易 虽然加工贸易带来的利润不多 却能给中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资深中国问题学者 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 国际与战略研究主任裴敏兴说 如果贸易战打下去 许多外国公司会发现在中国进行加工贸易没钱可赚 它就一定会把工厂搬到东南亚 印度这种不受贸易战影响的国家去 这样对中国的长期影响是很负面的 这种局面至少在短期内还不会发生 很多在华企业并未考虑将整条供应链从中国迁移到其他地区 而只是考虑把加工的最后一个环节转移出去 因为将整条供应链转移的成本巨大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企业只是在把生产计划的最后一步转移到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等地 而不是带回美国 因为美国的蓝领劳动力成本太高 中国也将保持很大的影响力 因为包括电线、螺丝钉、电动马达和束控设备等一长串零部件的制造 有很大可能继续留在中国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美欧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怀特认为 美中两国的经济彼此高度依存 想从目前的状况解脱出来将是非常缓慢和困难的 与此同时 中国官媒也继续开足马力 重申于美国的贸易战 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挑战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人品的评论文章 题目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实质是什么 文章显然是针对路透社那篇报道的观点 即认为美中的贸易战的起因在于中国过于强硬 领导层误判了形势 文章说 美国发起贸易战绝不仅仅是缩小贸易逆差 而是要在更广泛领域遏制中国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学者与异议人士呼吁关注新疆人权灾难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3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世界各地的44名中国汉族学者与异议人士联名发表文章 呼吁外界关注新疆正在发生的人权灾难 文章说 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设立在教育中心 在不经过司法程序的情况下抓捕 关押约100万名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族裔 文章指出在教育中心普遍存在虐待与酷刑 并常常传出有人被酷刑致死的消息 很多儿童因父母被拘禁在在教育中心而成为孤儿 被送进条件很差的孤儿院 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及其亲属 留学回国 甚至出国旅行后回国的维吾尔人 也频频被视为打击 对象而遭到拘捕关押 联署活动发起人中文正论杂志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告诉本台记者 这是中国汉族异议人士首次就新疆问题发生 胡平说 最近一段时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 实在是恶化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所谓的在教育中心 实际上就是集中营 中国政府还用各种办法 对维吾尔人实行强制同化 从文化上去消除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 当局对他们采取的这些措施范围之大 手段之凶狠都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我们很多人的共同感觉就是在这种时候要共同发声 参加联署的有中国在海外的民主人士 包括王丹 滕彪 夏夜良 茉莉 傅正明 蔡楚等也有在中国国内的公民 非政府组织美国维吾尔协会主席伊利夏提也对这次的呼吁活动表示 这是一个非常及时应该的文件 我敬佩那些在呼吁书上签名的中国国内的勇敢人士 同时也感谢他们能在维吾尔人最困难的时候替维吾尔人发声 谴责暴力 如果人们不对在新疆出现的这些在教育营表达反抗意志的话 这些政治机构会在中国其他地方出现 同时我希望能有更多的民运组织和个体站出来 批评北京政府的反人类暴行 这份联署书提出四点呼吁 第一要求北京官方立即停止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迫害 关闭政治在教育中心释放伊利哈姆、土赫提和海莱特、尼亚兹等良心犯 第二支持宗教少数族裔维护基本人权的正义抗争 第三敦促美国政府继续为在新疆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发生 并进一步采取有效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压 最后呼吁联合国出面调查 谴责北京政府的恶劣行径 伊利下提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强调 中国共产党要反思为什么民族问题会激化到今天的地步 中国政府要放弃暴力和维吾尔人进行平等对话 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上任后 更开展新一轮的镇压行动 新疆逐渐变成被外界称之为的警察地区 除了上述提到拘押了大批维吾尔人和穆斯林的在教育中心外 中国当局近年来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 对新疆进行严密的监视 另外维吾尔人经常受到各种种族歧视性的对待 其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也被压制 去年4月开始实施去极端化条例 禁止少数族裔穿戴蒙面罩袍 佩戴极端化标志等 今年7月更有新疆警方和当地基层干部 在街上强行剪破维吾尔女性过长的上衣 据维权网统计 新疆2017年所实施的抓捕占全国拘捕率的21% 但中国境内的维吾尔人口只占中国总人口的1.5% 这份呼吁书说 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 旨在从文化是摧毁维吾尔民族 维吾尔民族正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对抗美国制裁 土耳其计划与中国贸易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3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韩骏 在接受中国官方新华社采访时说 作为反制美国的措施 中国目前已经对将近九成的美国 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 他说美国农业受到冲击是可以预见的 尽管美国白宫和农业部宣布将实施最高12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计划 但美国农民将可能失去几十年努力开拓的中国市场 韩骏还表示 美国农产品进口减少导致的缺口 可以由其他国家的产品来填补 对中方而言 由于进口来源多元进口市场广泛 对自美进口农产品加征关税的影响非常有限 目前美国大豆产量的四分之一都出口去往中国 土耳其最近也因拒绝释放被捕美国公民而遭到华盛顿方面的经济制裁 总统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 土耳其经济并没有陷入危机 更没有破产 他认为 土耳其里拉近日来大幅贬值 是某国针对土耳其的经济战所射来的导弹 埃尔多安并没有指出究竟是谁向土耳其放出导弹 他表示 土耳其不会屈服于胁迫 并呼吁民众将持有的欧元美元兑换成土耳其里拉 阻止贬值趋势 他还说 土耳其正在准备在与俄罗斯 中国乌克兰的贸易活动中使用各自的本国货币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由埃尔多安撰写的客席评论 他在文中威胁说 土耳其今后可能考虑从政治经济层面疏远西方 而加强与中国 俄罗斯以及乌克兰的关系 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可以有其他选择 如果美国不尊重土耳其的主权 两国的合作关系就会陷入危险之中 这可能迫使土耳其寻找新的朋友 针对土耳其里拉贬值的问题 埃尔多安还认为 脱离货币阴谋的途径就是提高生产力降低利率 日前 埃尔多安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时就讨论了两国在能源经贸领域展开战略合作事宜 德国经济部长阿特迈尔在接受图片报采访时就美国对土耳其中国加征惩罚性关税 一式提出警告 认为这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后果 他说这场贸易战会放缓甚至破坏全球经济增长 制造新的不确定性 他表示德国希望土耳其能够是一个稳定而民主的国家 而良好的经济关系有助于实现这一点 阿特迈尔也在采访中提到了美国对伊朗恢复经济制裁之问题 他指出德国企业也受到了美国制裁的影响 德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不听命于华盛顿 因此德国政府正在多个层面上寻求途径 利宝与伊朗的金融渠道继续开放 另外据伊朗官方媒体披露的消息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将从法国道达尔手中 收购伊朗南帕尔斯天然气填项目的部分股份 道达尔在2017年刚刚签署入股该气填的协议 计划出使投资10亿美元 这也是西方解除对伊制裁之后 西方企业签署的第一个大合同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明夏清真寺抗议风波 官方暂时妥协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3日 德国之声报道 明夏维州穆斯林抗议当局 拆除清真寺建筑的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一名政府代表来到抗议活动现场 宣读了一份正式文件 表示将暂缓清真寺建筑的拆除工作 随后不少抗议者自行离开了现场 此前 维州镇政府以清真寺翻建工程涉嫌违章为由 要求在8月10日之前拆除 否则将由政府强制拆除 后果自负 维州清真大寺2017年刚刚翻建完工 原本具有中式风格的建筑 现在拥有了阿拉伯式的圆顶 并且在顶部安装了象征伊斯兰教的新月标志 美联社指出 中国当局原本准备向这座建筑颁发相关许可 但是现在准备以治理违章建筑为由 要求拆除清真寺九座园顶中的八座 当局认为 这座建筑的规模超出了之前的审批 于8月9日与10日 众多回族穆斯林聚集在维州清真大寺前 抗议阻止当局拆除这座宗教建筑 据美联社报道称 近千名示威者在现场高呼爱国爱教的口号 而在清真寺的外墙上 则张贴着中国官方的坚持宗教中国化之类的口号 美联社从现场抗议者处获得的消息显示 有不少回族穆斯林在清真寺内过夜 而地方官员则两次前来劝阻民众回家 并许诺政府会和大家展开协商 清真寺外大约有百余名警察 但是警方并没有试图阻止抗议活动 据有官方背景的环球时报在刊发社论 指出所有宗教活动都应受到依法治理 不应拥有超越法规的特权 而且各宗教必须一视同仁 谁都不应追求特殊化 文章认为 同兴县和维州镇多部门 对清真大寺翻建过程没有跟踪监管 致使维州清真大寺违规扩建 维州清真大寺 从照片上看不仅规模宏大 而且采用了中东清真寺的典型外貌 有八个大穹顶不能不说在中国当下宗教问题和敏感的环境下 这个新建的清真寺会让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联想 该报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各地宗教问题错综复杂 在不可避免的出现社会治理摩擦时 一定要把维护国家大政策的权威和促进全社会的团结置于优先位置 不利于事发地解决问题的言行要避免 境外势力的煽风点火要警惕 澳大利亚的中国问题学者詹姆斯·莱伯德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指出 维州清真大寺事件说明 即便对于回族穆斯林 中国当局也在强力推进少数民族同化政策 最终的目标就是消除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建立起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目前中国大约有2300万穆斯林 过去几个月 中国当局加大了对穆斯林群体的监管力度 并且不仅仅限于维吾尔族 中国政府要求穆斯林应当加强对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认同 并以打击极端主义为由 在许多穆斯林聚居的地区要求 在公共场合不得出现代表穆斯林的新月标志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 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 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 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